你知道彩虹糖是如何做成的吗 首先从原材料糖浆开始 用机器加热到175度 然后按比例加入淀粉 用搅拌机将它们混合成均匀糊状 另一边的机器则将面粉倒入托盘 铁格扇来回晃动 将盘中的面粉抹平 刷子将多余的面粉刷掉重新利用 然后机器会在面粉上面压出糖豆形状 每盘都会有几百个糖豆印模 淀粉中的印痕将作为生产糖豆的模具 通过喷嘴将糖浆混合物注入到糖模中 这个机器每小时就能制作几千万克糖豆 接着通过传送袋将它们放入干道室静置 经过一天时间固化后 机器会翻转托盘 然后反复循环另一边软糖 则通过传送袋送到加湿室中进行加湿处理 之后再放入滚动筛网 期间机器会持续添加白糖 确保糖果能够均匀包裹 这时候果然将黑色食用色素放入液态糖浆 把它们搅拌均匀后 再加入滚动的糖豆中 这个过程要持续多次 才能让糖果形成均匀的颜色涂层 五颜六色的糖豆 就用对应的颜色进行加工 接下来添加白糖 提升糖果的甜度 最后再加入着色的糖浆 待其固化后就能包装了 机器会按照比例 将糖豆均匀分装到包装袋中 最后就能包装出场了 这种彩虹糖在上世纪就开始销售了 如今已是非巧克力类 最受欢迎的糖果之一